新北市繫紙火車站前 有攤商違規擺攤做生意 兩名攤販為了場位子是大打出手 讓目擊民眾相當的傻眼 警方到場之後 車隊兩人開單舉發驅離 也將他們一事違法給送辦 車站前廣場滿滿攤商偷偷擺攤 不過兩名男子卻突然情緒失控 互相拉扯推擠 嘴裡更念念有詞 火爆衝突一觸即發 民眾全都看傻眼 攤商當街開打戶 全被監視器拍下 地點就在新北市繫紙車站前廣場 旅客來來往往 兩人卻因為牆位子上演火爆全武行 6號下午4點多 這名賣法式的糖性攤商 來到了廣場前發現 對方用攤位站到了自己原本的位子 氣得大罵引爆肢體衝突 牆上有貼告示廣場前不能擺攤 警察來了沒看到兩人起衝突 卻因為違規擺攤直接局發驅離 事後調監視器打架部分 則依社違法送辦 經調閱現場影像資料發現 雙方確實有肢體拉扯及徒手互相攻擊行為 以違反社會秩序違法第87條之情形 違規擺攤做生意 卻因降位子爆衝突 這下前還沒賺到先被送辦得不偿失 記得潘文玉講目語新北報導 在哪兒在後可以告知 雙方確實有些困難